1 2 3 4 好那现在就到了我们这个 头顿室的这个夜生活环节 首先呢我们去玩之前 肯定要吃饱喝足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这个 头顿室的夜市 今天怎么说呢可能是这个头顿室 它这个旅游的淡季 所以说人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们就选了这一家海鲜 看他们家东西还蛮新鲜的 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这边 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尝尝先好吧 点菜吧点菜吧 看一下吃什么 种类蛮丰富的耶 今天这些东西都吃过了 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来个烤鱼 OK 我们来吃这个海鲜 吃两个鱼 吃两个鱼 擦得了 没有 米一点 给我们买了 OK 起码 看起码 我只能吃一碗,我只能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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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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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妹推荐了两种比较主流的做法 我们就听她的,好吧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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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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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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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鬼面鱼,翻译 鬼面鱼是吗 哇,这鱼老黄也没吃过耶 我觉得蛮奇怪,蛮新鲜的 哦, 我也是吃了鮭肉 是的 这有什么呢 鮭肉是350克 一 liter 一 liter 这有东西有芋� unle 芋香米和蒜包 是不是有蒸芋 然后蒜包 我说什么呢 蒸汁 蒸汁或蒸汁 蒸汁是500克 R550克 500克 吃魚片 吃魚片 照片 我會喝 吃 RD 我先吃辣椒 OK 辣椒 上海 来 肉 刚才你推荐那个越南那个本土比较好吃 那个菜是吗 肉好香 肉好香 也应该有炒饭 对吗 哦 刚煎还是啥 OK OK 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3、4个人是完全够吃的 够吃 我怕会多耶 没事没事先吃好吧 好不容易来一次蒙抖 好 那我们就待会享受这个海星盛宴 享受完之后我们就去搞个什么项目呢 秘密 先不跟大家透露 对对对 好 我们进去吃东西 早点 好 进来这边看一下这个环境 哇 这边还有这个石斑鱼 对啊 还有石斑鱼 大家来这些大排档吃肯定是要做外面才有这种氛围 对不对 对啊 回来到 回来到 OK 我来到 OK 呃 介绍一下这个越南的海鲜蘸料 这个这个海鲜蘸料好吃 这个蘸料绿绿色的 你们来吃蘸这个海鲜无敌好吧 什么海鲜都好吃的蘸这个酸甜甜 我现在很饮这个椒盐 这个胡椒盐 林工椒盐是我们传统的试法 好吃这个也好吃 这个也是一种鱼肉 然后刚才我们那个 我们刚才我们听了小妹的她的这个推荐 反正我觉得越南人做海鲜是好吃的了 我喜欢 也符合我的口味 很多店都差不多的口味 都差不多 但是好吃与否还得看厨师的这个技术 对啊对啊 越南这边呢 就有很多这些 呃 阿姨呢 他们就会卖这些水果啦 然后还有一些花生啊 这种下酒菜 呃 反正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 大家餐前的话可以点一点 挺不错的 好像点了这个 哦 鹌鹑蛋是你点的是吧 对啊 嘿嘿 OK 然后点了一袋这个花生 哦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海草弄成的沙拉 好 我们这一个蓝色后叶也上桌了 应该是吧 应该是那个 它好像是有两种 一种是能吃一种是不能吃 不能吃一种是用来做药的 来 谦哥以身试法 哈 啊 先尝尝有没有多 哈哈哈 如果有毒的话我不是第一个进医院的 说实话 看的挺恐怖的这一只 我都看不到肉来吃 看不了又你先吃上面的碎吧 哎 干脆 干脆 哎 我们的烤虾来了 哇 越南的烤虾也是一绝啊 这个个头够大哈 300个差不多啊 哦 它有这个蛋的是吗 哦 它有这个蛋的 但是有点难难难弄 小心 OK 它的内部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蛋 蓝色后叶 这个现在老黄这个以身试毒哈 先给大家吃一下这个蓝色后叶的这个蛋 好吃 我觉得奇怪 那味道很奇怪 我要吃这里才可以 我吃不惯这个是什么 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 有人想像它的调啊 这海草好吃 这个海草不错 很鲜 安弟 空给你呢 我安 我等喝 我挪卷 你别吃出问题哦 今晚 早上起来起不来了 我靠 不会不会 找一个泄露一下 发泄一下哈 发泄一下自己的火 火 蓝色后叶它的这个蛋呢 很紧实 但是有一种特别的 也不 也不能说是腥味 我不知道怎么样说 反正我是吃不惯 老黄是真吃不惯 我们的花蟹来了 这个看着很有食欲啊 花蟹 看得不错哈 你的最爱了 可以了 开干 开 花蟹 这个花蟹 它的那个 红葱酥很香 反正花蟹的壳 不会很硬 对 青蟹不要硬 哦 OK 感谢 非常感谢四季小哥给我播的 嗯 就是你说那个菜啊 对对对 越南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水煮菜 蘸这个酱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 这个给给摄影师播的这个虾 哈哈 摄影师拍的话不给他播好 看起来不错啊 我们的烤海唱来了 嗯 嗯 嗯 不然我给它浪了 上去 我给它夹了哈 哇 我们这个鬼面鱼 它是直接放在一个小炉这样子去 哇 主打的就是一个鲜啊 这个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好吃 黄鲜 吃完再吸收再吃其他的 鲜鲜 海鲜炒饭 江哥这个鬼面鱼怎么样 好吃好吃 好吃 海鲜是吗 海鲜是吗 海鲜一般骨头少的嘛 海鲜肉 爽 老黄来试一下这个鱼哈 看一下有没有 这个前哥说的这么鲜 好不好 很嫩很嫩 哇 吃的很爽 哎这鱼好嫩啊 这 这鬼面鱼好嫩啊 它的肉的质地 非常嫩 感觉它就像一团棉花一样 对对对 很嫩 好吃 这个鱼真的是 你们来一定要点 这个鬼面鱼真的好吃 而且是建议吃 下次我们可以试一下烤了 真的好吃 试一下他们这边的 海鲜炒饭 看得其貌不扬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 它炒得有那种锅气味 好吃啊 有 海鲜肉 来这个头顿就是要吃海鲜 真的好吃 要学我们健康的玩法 健康的玩法 待会可能就不健康了 待会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另外一只蓝色候选 蓝色候选 给大家试一下 蓝色候选的蛋 配上这个肉籽的肉 还有一些花生碎 很别致的味道 我觉得比刚才那个好吃 比那个烤的好吃 它这个 它那个肉籽味道就盖过了那个蛋的腥味 然后就给人很清新可口的感觉 这做法好吃 这做法真的好吃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 推荐吃这种做法的 蓝色候选 好吃 浅哥 你这个吃鲜鱼的方式这么特别的 对啊 越南吃法 越南吃法 这个 春卷 卷这个鲜鱼肉 鲜鱼肉这样的肉 然后加一些山菜 各种什么花花草草 也可以这样讲 花花草草 可以可以 很别致哈 特别好吃 然后有一些 很原始的吃法 那些香味 紫菜啊 紫树啊 它们两个越南人很会吃啊 刚才我忘记了 那 要一些颜色 不会吃的就是像老黄这样子 哎 拿一点肉 直接就往嘴里送 哦 OK 咱们 哇 四季小哥太热情了 给老黄卷了一个 一个卷 这样 M空按的那么 真的按改那 吃下来 嗯 然后蘸这个鱼肉 正统吃法 很清淡很清淡好吃 嗯 好吃 哇 特别酸 特别有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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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又被我们大块朵鱼 哦 该吃的吃完了 不好吃的 就就还剩下这些 反正这一餐 价格的话 现在正在买单 也不知道多少钱 反正四五百块钱吧 但是还是很不错 总体来说能打个八分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了 194万六百块钱差不多 就还OK 反正价格就正常吧 也不是说特别划算 也不是说特别贵好吧 吃饱没 很饱很饱 大块躲移之后 现在觉得是时候进入战斗模式了 累了 要不累回来了 那真的是耽误兄弟们了 看着我们吃吃喝喝 吃这么久 OK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开始探索 这个温斗的夜生活 夜生活 OK 我们的司机小鬼也在后面 也在后面 等着很呆 OK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出发探索 温斗的夜生活 Let's go 走你 走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 我们当地这个熟人的关系 找到了一个当地的老司机 就是前面开车这个老哥 这个不是 是我们车前面这个摩托车老哥 他正在带着我们去一个 体验夜生活 好吧 去什么地方呢 你们猜也能猜得到 猜不到的待会就知道 好吧 现在我们的车子跟着前面这个 开摩托车的老哥 使向一个神秘的场所 好吧 这家店的话就 因为很遗憾啊 别人就是考虑到一些问题 所以人家不让我们拍 那为了兄弟们的福利呢 这个我们投顿的当地的老老老司机啊 继续带我们探索一些店啊 能够拍摄到的 就给兄弟们带来一些真正的夜生活 好吧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黄 那刚我们刚吃完这个海鲜大餐啊 那来到这个瘟斗 投顿对吧 那晚上应该有一些夜生活才对不对 是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找到了一家很棒的这个夜店了 夜店 就在我们身后这一家 里面有很多妹子 我看到很多妹子 刚才我看你提前进去了一圈 看到很多妹子都没见你出来 你不叫我出来我就不想出来 像这种的 好吧 那我们探索一下这个瘟斗的这个夜店有什么好玩的 好吧 好啊 OK 那我们就进去 OK 哦 找耶 哇 很漂亮的这个小姐姐 哈哈 还不照我的眼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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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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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